2019年的第五题 我们上星期看了第三题 有一题很深的题目 就是说社交媒体 另外亦给了第六题 就是Film Review的例子给大家 2019年我还想说第五题 因为这题是最受欢迎的一题 当年最多最多人选择的就是这一题 最多人选择的 往往是否最高分 最多人选择的那一题 往往都不是最容易写 或者是得分得最好的那一题 所以 我想你看题目的时候 你内心都会在想 哪一题会相对是热门的题目 我想你看的时候 你都会这样想的 那是否专门选择一些热门的呢 我有些保留的 那我看看 这条呢 都不是的 其实你看到 这题 我想大家一看下去 就是觉得容易写的题目 真的有这些 我都会同意 为什么这条题是容易写呢 看一下 在这里他就这样说 就是说 你究竟在哪里 拿一些 information about the latest trends in pop culture 其实不同的流行文化 你在哪里拿到最新的潮流讯息呢 然后他给了很多不同的pop culture 所以是否很多人都适合写呢 男仔女仔都有一些题材是适合的 对不对 女仔可能说style and beauty 又或者是music 那些 男仔可能就是说打机 所以这条题 男女都受欢迎 你需要的就是 其实选一至两个area ok 那就是说呢 如果你喜欢的 其实你可以完全 就是选择这个tech and games 都可以 ok 你只是只说一个都可以 ok 如果你够多东西的话 ok 那 是的 然后呢 就写一个article 这个叫做over to you的column 这里呢 都有一点想去说一下 不要觉得呢 题目叫了你写article呢 那就一定是什么呢 formal还是不formal的 是一定是formal的 我看到这句字就是formal的了 是不是这样的呢 fair ok 你要看这个article是去哪里的呢 这个article是去youngpost的 ok 不是那些什么hong kong daily 考评局很喜欢用几个不同的名字 去说不同的报纸的 ok 要么就叫Hong Kong daily ok 要么就叫Yang Post ok 这样的 那Hong Kong daily呢 它就是 类似就是说中南华早报 这样的格式 那这些就应该是formal的 ok 但是如果是Yang Post 其实就不应该是这么formal的 因为Yang Post 主要的对象 应该是说给中学生看的 对不对 ok 所以其实可以是informal 去到 semi-formal 去到 semi-formal ok 应该是语气的 ok 所以记住不要因为我每次看到article 所以我就 一味就想到那些很厉害的连接词 很多生字 就不是这样 ok 好了 那我就主要 其实我讲一个平台 就是YouTube ok 我只是讲YouTube 就是讲Tech and Game 和Food and Drain ok 怎样用一个平台可以去讲那么多东西 其实就是 怎样可以举到例子 ok 你写这条题要写得好 我想其实是要有实例的 很多同学 我当年其实有改少少这一题 我主要就是改第六题 跟着去到后期 因为这条改不完 所以我们有几个 包括我 我会调到过去 改了这条 ok 那么 很多同学 其实就是 就这样讲一些网页 Open Rice YouTube ok 就没有下一些 真的 他们 因为这个很贴身的题材 来的 这个真的是 你日常生活 你真的常常都会Open Rice 我相信 现在就常常都会 Deliver Lou 常都会Food Panda 你常都会看到很多 食品 那为什么你不想一些 你喜欢看的食品 去真是放一些例子 好了 我们看看 我用了很长的 又是很长的蝙蝠 都是去做一个引文的 我先讲自己是一个什么 as a tech savvy 和 a wannabe e-sports player ok 什么叫做savvy 是 通常这两个字 现在是粘在一起用的 tech savvy ok savvy是一些你很狂热的人 ok 你对于technology 很savvy 就是你很迷什么 很迷一些科技 ok 还有 什么叫wannabe 你做到没有 你做到没有 想一下 只有一个想字 ok 我很多学生都是这样 跟我说 我想做什么 大哥想做什么 当然是 电竞手 现在中学生 两个梦想 电竞手 youtuber 两个梦想 你再跟他说 医生律师的彩 你也很熟 ok 现在的人的梦想 就是这两个 所以 他们 我们想做 ok 但是 当然 你要做到电竞手 是否容易 当然是难 ok 不是你赢了几次机 做到电竞 ok 好了 那么 我身为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 先说 这里我用了 叫personal experience ok 因为这篇文 其实是要你分享 你找资料的方法 ok 所以 这篇文 有很多是 我自己的身份去出发 所以我的开场白 都用我自己的身份 ok 好了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studying about new gadgets and playing different games on my phone computer and consoles ok show 下你认识 你真是认识科技 你就应该认识这些字 是吧 ok 好了 我花大部分我的时间都是什么 这个不是一集 studying about 是研究 ok 研究一些新的gadgets gadgets 这个字好用的 是 ok 其实所有带出街的电器 都是gadgets 其实不一定要有电的 一些 你带出街的一些小小的仪器 ok 都可以叫gadgets ok 所以现在就是相机 电话 iPad laptop 全部都可以叫gadgets ok 好了 还有玩不同的游戏 ok 什么叫councils 主机 主机 大家买了ps5 当然是迟些才买 当然是迟些才买 然后有个学生跟我说 买了一张RTX 好过 然后我说 只买了一张RTX 已经比ps5 你还要买个CPU 还要买了其他很多东西 那怎么跟ps5比呢 好了 好了 你要懂得这些字 这些名字 所以写这条题要写得好 就是我要 譬如你说style and beauty 你要讲到一些 我喜欢的品牌 我很喜欢看手袋 那些这样 到回头打机就是这些字 ok 接着就说 你确实是觉得我 most of you may think that you are reading an article written by a geek ok 好 那一个什么人呢 Greek 就是反语 Greek 一个比较差的字 就是nerd 这个字呢 是的 这个字呢 这个字呢 我们不太好在writing那里 就算是informal的 也不太好用nerd 这个字 有点点offensive ok 但是geek呢 就好一点 geek呢 就只是 其实类似 都是责男 ok 就是 都是 躲在家里打机 ok ok 好啦 well 你一定觉得 就是 你看完这几句 一定觉得 哇 你在看一篇责男写的东西 ok 好啦 well I cannot say that I am stylish 我就不能够说我好型的 but I do hang out with friends ok 我都跟朋友出去啦 who all like to enjoy cuisine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好 好 为何我这样说呢 ok 写所有东西都有原因有下文带下去的 ok 好了 cuisines是 野食 yes it's actually just another word of restaurant ok 你不要被这个字骗到呢 通常呢 那些餐厅用这个字呢 都好像是高级一点的 ok 平时在披萨克你见不到这个字的 但是呢 你去一些高级一点的意大利餐厅呢 那他就说 serve authentic Italian cuisines 这样 就是意大利菜 就是用这个字的了 ok cuisines 其实是说那些餐饮的 都是ok 所以和餐厅呢 其实没有大分别 这个字 ok 那就是说呢 我们都好喜欢呢 就是 整班朋友出去吃东西 去品尝不同的国家的街窑 ok We usually go for a meal or two once someone finds a new restaurant or a nicely decorated pub where we often talk about things like time to get a new phone or some of the walkthrough we watch from YouTubers ok 好了 出到来呢 就聊什么 聊港新电话 又或者 大家知不知道这些字呀 好像这些狗狗的东西 很狗 Walkthrough 就是重新听的那些 不是 Youtuber 对了 ok 大家果然是不打机的 是 你打机的 ok 就是呢 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我也有看的 扮一下年轻 就是呢 你买那个游戏之前 或者是你已经买了那个游戏 你会上去Youtube 看人打那个游戏 是的 那个就叫walkthrough 就是 他不剪接的 他就一直打机给你看 直播那些 是的 有些是直播 有些就是 播完之后 他会放回上网 给你看 ok 那些就叫walkthrough 其实呢 可不可以叫攻略呢 以前呢 但是我打机 最初打机的年代呢 就很流行 有些杂志 什么什么功量 是的 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那些 现在那些杂志都收拾了 OK 那 就因为全部都是Youtube 因为Youtube 大家只要打那个游戏的名字 那已经呢 就是有这些walkthrough 好了 蛤 蛤 曾经是功量 OK 曾经是功量 是的 现在 其实 很有趣的 就是呢 放上网 是 放些walkthrough 上网的人 譬如 之前有个讲者 都 TVB的 那个美女 英文很厉害 那个 叫什么名字 糟了 是啊 是啊 不是 不是很多 他就是播自己玩的 Resident Evil 7 是啊 那就是 也是上网 是的 OK 不是你玩得好才放上网的 OK 现在就是 你喜欢你就可以 是的 好了 接着呢 进入正题了 Talking about YouTube OK OK 要给一点点 客人的资讯 OK 或者给一点点 surprising facts OK 这个呢 你可以背了它 我相信呢 写这些YouTube的东西 久不久呢 你都可以用到出来的了 就是呢 这个真的是 我上网找的 其实YouTube上面 大概有多少条片呢 现在 应该有人按D会数 OK 我真的google了这个数字的 OK 那这个是官方数字 大概是有1.3个billion的视频 在YouTube OK 如果你要计算过18千万呢 就即是130亿条片 OK 是的 而每分钟呢 每分钟呢 我们是上网超过300个小时的视频 OK 全球呢 当然 OK 全球 每一分钟呢 我们都upload超过300个小时的视频 上去YouTube的 OK 那你想想这个资讯的庞大 是多么厉害呢 OK 好了 这里呢 用了一个反问句 即是说 你知不知道啊 讲开YouTube啦 你知不知道呢 哇 有这么多这么多东西的 OK 所以我的 thesis statement 就是什么 OK 这个地方不单止是你自己share了 你去拿资料 都是靠这个平台了 OK Let me show you how my friends and I get all the news about gadgets games food and beverages on this vast archive of human culture 好了 这个很vast vast is another word for什么 big yes OK 只是大 的另外一个字 OK 一个很大的人类文化的档案 OK 我不记得在哪里听的呢 是一个博士说的 好像是电台来的 我还会听收音机的 因为我开车 如果不开车的人 我想现在都很少很少听收音机 我记得听过一个博士的访问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 其实我们如果要将所有人类的记录 包括书籍、音乐、画、电影 大概是200多只DVD 就已经可以处了地球有的一些文化记录 但是自从有互联网之后 这个数字是以百倍、千倍去飙升 OK 所以 Youtube 实在是 一定是其中一个 是最 贡献最多的一个平台 好了 接着 我要去讲一下 它的好处 我怎样在那里取得到资料 是吧 好了 首先先讲一下 Gadget 我不是这样的 是 看看这个topic sentence Videos are always better than written reviews in magazines or on newspaper be it physical or online particularly for technologies and go-made 好了 好了 这里 我就下了一个自己的意见 就是说 Videos 一定是好过 written review 的 OK 你可以不同意的 其实 写东西就是这样 我发表个人意见 你可以不同意的 OK 我觉得 有图有真相 现在个人都说 是吧 很久之前 对了 很久之前 OK 所以有影像 一定是好过 有 好过看字的 OK 我不是说 什么 书籍小说 那些 我是说reviews 要留意一下 OK 无论 什么叫be it 刚刚说了 就是无论是实体 还是网上的杂志 OK 无论是实体杂志 还是网上杂志 其实都不够videos 那么好的 尤其是你说的是 科技 和野食 OK 好了 接着我就把这两件事 合在一起说 OK For the former former 是前者 前者 就是说科技 是吧 前者 就是说科技 好了 那videos 给例子 麻烦 OK Such as a review of iPhone 12 OK 例如是iPhone 12的一个review 一个评价 给个评价 那videos 可以给到那些youtuber去做什么 OK 给到那些youtuber to show you the screen and go through every step with you so that you can analyze whether ios suits you so that you can analyze whether ios suits you or you still prefer an android system OK 又是了 你可不可以用到一些这样的字眼呢 OK 不是深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你决定你写一些technology有关的东西 你就要展示到给那个marker看 就是 我是真是懂一些东西的 OK 我不是就这样在那里兜圈 video好一点 video好一点 是真的有一些实例 我想给你看的 OK 就是你看一个iPhone 12的review呢 你是不是可以看得出 就是 究竟你喜不喜欢iOS呢 就是那个系统呢 突然间说是 我都是觉得 哇 很多限制 都是用Android好一点 OK 好了 跟着呢 OK Professional gamers usually live stream their gameplays OK 如果你不喜欢用walkthrough 你可以用什么 就是这个字 Gameplays OK 即是他们打机的过程 是吧 很喜欢看的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是的 不过 我想 我想 一些online games 即是那些真的会比赛的那些 譬如什么 现在还有没有人说LOL 都有的 OK 例如LOL那些 我见那些学生是经常看的 其实就 他们真的看着别人的strategies 就是别人一些策略 怎样去打 OK 但是 一般一些就这样 PlayStation的Game 你就这样看它玩 可能就 不如自己玩 不如自己玩 OK 好 好 但是 他们Livestream 即是他们现场直播这些 打机 就给到什么 给你 给到一些指引 给到一些tricks 给到一些技巧 给你 当你自己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OK 好了 接着 for the letter letter是后者 后者 刚才说什么 有个字 有个字 不记得解 回到前面 回到前面 这是什么字 和这个字怎么读 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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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字 告什么 告 yes 这个字很有趣 这个字 其实是因为它是法文 其实 这个字是由法文借过来的 这个字读告妹 OK 这个字读告妹 这个字是解food的意思 食物 OK 当然不是 随便说 楼下笼筋 那些 刀下两寸鱼蛋 那些 告妹是说 美酒佳鸭 OK 那就是 你 OK 那你就会用 告妹这个字 所以letter 就是说 这个 告妹 OK 好了 接着看看你知不知道 这个是谁 是 是的 是的 我都要 我都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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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出猫的 OK 我是Google它才知道它有这个名字 是的 是的 有很多的renowned columnists OK Renowned is another word of famous OK 就是出名的一些专栏作家 食评人 例如是Troilem Troilem 是的 我初初搜尋它的名字 我就这样搜尋 Troilem 是的 好像Troilem 是的 我就这样搜尋 然后呢 就找到它在Wikipedia 原来它 原来它 原来它呢 它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其实我也是在Wikipedia 告诉我 原来它是新加坡出生的 是的 是的 所以那个串法是有些不同的 是的 是的 所以它的名字是这样串的 就是蔡兰 蘇斯王 确实认她 现在也是YouTuber 知道吗 是的 蘇三 是的 蔡兰还是女人 哈哈 我找不到 OK 应该是女人 是的 他们都是YouTuber 现在他们也有在YouTube 无线不侵他玩 他也要找东西 所以 所以他们都在网上教人 煮食 还有 Together with a lot of young critics OK 有很多都是年轻的食评家 OK 他们都是去show the audience where to find finger-licking food 好了 又用些生字 都是那句 你见到生字 要用先用 OK 不是就是硬 硬塞些什么字 不是的 OK 但是当然 你说 阿sir你要有这么多的 口语 在脑上才行 OK 那 盡量 OK 我们不是想拿到五星星 是吧 OK 起码我求了一个合格 都已经很好 好了 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频道 我也挺喜欢看的 Alfred Chan 他也有很多订阅 OK 很多十万个订阅 那么他的频道叫什么 有碗话碗 哦 有碗 是的 是的 他的频道有很多人看的 你就是举例 OK 那是展示到 其实我真的有看的 OK 是的 这些不是生字给不给到你 所以就是 为什么我经常说 作文现在不仅是执着于那些language和生字 OK 好多在补习社 仍然就是 叫你背一些很厉害的字眼 叫你背一些很厉害的句子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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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其实都给不到 不要说五星星 Level 5都给不到你的 OK 那极其量给你Level 3、4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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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实 所以什么叫做 对你作的问题 或者什么叫对你作的题材 就是 喂 我真的有的 这个我不是Google的 是因为我真的自己有看的 OK 我很喜欢看他去那些酒店吃那些自助餐 跟着他就会所有给你看 就是 这里的东西都还可以 是的 是的 都不是的 好了 那他的channel 用phrase featuring video showing different restaurants in Hong Kong is extremely popular for his honest and unbiased comments OK 解说一下他的受欢迎 OK 因为呢 我想他的解说呢 是令到大家觉得他挺忠恨的 就是不觉得他是一个打手 雖然可能他收了一次 OK 但是不知道 总之 听下来他说的东西呢 不觉得他是一个打手 OK 我就这样说 就是 他是被honest 一个unbiased 就是一个没有偏颇的一个 comments 那么 concluding sentence 所以 有相 有文字 是不是no match for videos OK 不能比呢 英文呢 都是用match这个字的 no match for OK 就是没有得比 这样的意思 OK 好了 接着 其实我整篇文呢 我没有飘到去第二些网站的了 OK 我很集中火力 只是讲YouTube的而已 而已 这样也可以的 只要你里面够多例子 其实都已经行 好了 另外呢 我也挺喜欢看 但是因为我只需要讲 Tag Games 和Food and Drinks 是不是 OK 所以我已经 只是讲YouTube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好了 接着要讲一个字 什么叫Prototype 知道吗 有看Iron Man Iron Man 有教你这个字 我的Prototype OK 说实话 现实版的Iron Man 做了世界首富 知道吗 知道吗 这个Elon Marks OK Elon Marks 即Tesla和SpaceX的老闆 他叫自己做 Real Life Iron Man 如果这个世界有Iron Man 就是他 他又有钱又帥仔 又喜欢科技 又有高科技 没教 OK 好了 什么叫Prototype 很多YouTuber 都会认为一个Prototype 就是一些产品出了未 未出的 一些原型产品 即是最初期的一些产品 又或者是什么叫Beta Version 测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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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 OK to try out or pre-visit before the opening of a restaurant OK 又或者是餐厅开张之前 有些的 pre-visit OK Letting them release news even before the official announcement OK 等他们可以发放信息 即使是在这个官方讯息之前 已经有一些YouTuber 是有一些信息发布 噢 接着呢 没错 举例子 OK 有没有人打爆机 这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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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ast of us 2 不打机的一定不知道我说什么 但是 OK 阿sir 你又说 阿sir 你又说 改卷那些老人 OK 那不要紧 不是 改卷的时候 我们不用电话 OK 不可以拍照 不可以按电话 说笑 我见到 大把人 都在偷偷地 OK Suppose 真的不可以拍照 其实 在小群的电脑房 是有了CCTV的 不过呢 我都很踴躍去冒这个天 是吧 OK 那 你要去说一下是什么 简单就可以了 其实 每一次我叫你去解释 我们看经济学人那些 那些文章 其实去解释 比如一些机构 或者一些人 其实都是一个phrase 其实我要求都是一个phrase 比如就是这个 这个游戏 是去年出的一个游戏 video game released last year OK 那我为何举这个例子呢 就是 这个游戏 其实说出 是六七年前的事 OK 那 整个production 是用了多少年呢 是用了差不多六年去制作的 OK 那他finally 在去年呢 终于就出版了 OK 那然后 你又去说多一点这个game 是什么game OK As a big fan of zombie apocalyptic games OK 一个 涌等 什么涌等 大家知不知这个字 都知吧 OK 喪尸 这个我不懂的 apolyptic OK 其实这个字呢 在DSE 是有考过名词 就是hunger games 2013年 那篇文章 是有出现过apocalypse 这个字 有考过来的 OK 和生存有关的 不过就不是生存 apocalypse 就是整个地球都怎么样 末日 末日 OK 一个毁坏了的 OK zombie apocalyptic games 就是呢 讲这个 喪尸末日的一些游戏 OK 作为一个 big fan 作为一个粉丝 I got to see his trials OK I got to see his trial long before his official release from the red brand OK 我真的有看这个人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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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懂不懂他 是一个 我不知道是美国佬还是什么人 OK 他是一个很出名 他有几千万 十几个million 十几十个million的subscribers OK 他是一名的youtuber who shows different walkthroughs of games OK 那你就又举了例子 可以吗 OK OK 你说 其实你都说老师都不会fact check OK 那我随便说也可以 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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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也不要太离谱 你难保就是 我也喜欢打机的 我也真的有看的 我看中了你 刚好选中了你那篇作文 发现不是 没有这些人 OK 那就是难保有些老师都知道 其实是吧 OK 好了 那说完打机 那接着又是 我将打机和食物都一起放在 就是说一些youtubers 可以怎样有一些exclusive rights 和一些独家的权利 是吧 Besides Food critics are often invited to restaurants for exclusive tasting OK 一些食评家 他们通常都会有些餐厅邀请他们 做一些独家的食食 是吧 Featuring interviews with the chef and footages Footages 我用了很多次videos这个字 所以我不想再用videos这个字 那我就用什么 就用这个了 Footage OK 这个是挺美式的 OK 挺美式的 不过在香港呢 都说了 没所谓 是吧 你喜欢英式美式 你在香港 OK 那 一些的影片 是off limits的places OK 要留意off limits 是一定有s的 即是那些 什么行人 行人 行人 行人免进 什么职员 指限职员进入 那些牌 OK 那就会有off limits 这个字 要留意这个字 是一定有s的 OK 例如是厨房 OK 那 你又会觉得 喂 有些人可能会说 喂 电视节目都有了 OK 但是 TV programs are not as accessible as YouTube videos 是吧 电视节目呢 就不像YouTube videos 那么可接触 Accessible 可接触 是吧 OK 因为YouTube呢 你随便有个电话 是吧 已经有了 OK This is why I highly recommend YouTube as a primary place to search latest information OK 那 两大段 这次 OK 因为我主力 其实我说了一个平台 行不行 但是我已经写了六百多字 OK 所以呢 其实如果你要写一段 很大的paragraph 你就要好像做到我 刚刚这两个例子 就是 你看到没有东西是重复的 OK 很多同学做一个这么大的段落 当中有很多句子 其实是 又加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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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谓东西 什么 It is undeniable that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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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里面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OK 这样呢 仍然你都可以做到一个高分的structure 好了 最后 他再说 就是说 Internet is certainly a place for people to get the latest news of anything in their interest 互联网现在绝对是拿了的平台 OK Among all the ways on the internet Following your favorite youtuber is definitely my way of getting information about tech games and gourmet OK 那是不是做了一个总结了 OK 我其实整篇找到一个重点而已 是吗 就是看youtubers OK 那你就学到东西了 那怎么做一个延伸 怎样做一个延伸 那记住 这个是一个给年轻人看的 那年轻人现在最想做 刚才都说了 现在年轻人只有两个梦想而已 当然不是医生律师 是吧 那就是 要么就做youtuber 要么就做这个 e-sportgamer 所以 再三思想 OK Thinking twice OK 我们是三思 但是鬼佬是twice的而已 记住 Thinking twice It would be even nicer 那就更好 If I get to become one of those youtubers 如果我是个youtuber 那就更好 Then I'll be able to use all the coolest stuff OK 我打小了个use字 哎呀 OK 那我就可以用最cool的那些 最酷的那些东西 That has not yet been out in the market to play with OK OK 就可以有这些东西去玩一下 I do happen to have a channel Krissy Tecky 好 因为你叫Chris Wong 是吧 因为你叫Chris Wong 是吧 因为你叫Chris Wong 用这个Chris 这个字 我就 做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OK 好了 我真的有一个频道 Readers If you enjoy reading my article It's time for you to subscribe my channel as well OK 那就是一个further development 不用好心的 OK 不用好心的 但是呢 我常常强调的 你要花点心思去想一下 就是 怎样去铺牌你的文章 OK 以及就是内容上面 你要取得高分 其实就是要有这些东西 OK 不只是靠我给生字 给很多生字 那就行了 给了